这个视频我们来说说漏在外面的面的个数 这里有几个正方体放到了墙角 你能看出有几个吗 对了一共有四个 漏在外面的有三个 隐藏了一个 我们现在数一数这几个小正方体 漏在外面的有几个面 我们可以先看上面的小正方体 它有三个面漏在外面 前面的小正方体也漏出了三个面 右面的小正方体也一样 三加三加三等于九个面 所以漏在外面的面有九个 我们还可以这样看 先看正面 正面是这个样子 一共有三个小正方形 再看上面 从上面看是这个样子 也有三个小正方形 再看右边 从右面看是这个样子 也有三个小正方形 三加三加三等于九 所以一共有九个面 漏在外面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逐个观察每一个小正方体 把它们漏出来的面的数量 分别数出来 然后再相加 第二种是分别从漏出来的三个方向看 正面 上面 侧面 从不同方向数出漏在外面的面的个数 然后相加 不论用哪种方法 都是采用分类技术的方法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刚才我们研究的是将正方体堆放在墙角时的情况 如果不是放在墙角 而是这样摆放呢 小正方体的个数 与漏在外面的面的个数 有什么规律呢 我们可以数一数 放一个小正方体 除了底面外 有五个面漏在外面 两个小正方体时 从上面看 有两个面漏在外面 从左面和右面看 也都是有两个面漏在外面 从前后面看 各有一个面漏在外面 所以 一共有八个面漏在外面 我们再数三个小正方体 从上面 左边 右面 都是有三个面漏在外面 从前后面看 各有一个面漏在外面 所以 一共有十一个面漏在外面 我们看 两个小正方体 漏在外面的面 比一个小正方体的多三个 三个小正方体 漏在外面的面 比两个小正方体的 也多三个 四个小正方体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我们看一看 从上面 左面和右面 都是有四个面漏在外面 从前后面看 各有一个面漏在外面 所以 一共有十四个面漏在外面 十四比十一多三 看来 从第二个图形开始 每增加一个小正方体 漏在外面的面 就比前一个小正方体 增加三个 n个小正方体这样摆放 n是不为零的自然数 漏在外面的面的个数 就是五加三乘n减一 等于五加三n减三 等于三n加二 知道了这个规律 无论多少个小正方体 这样摆放 我们都能知道 它们漏在外面的面的个数 知道了这么多 赶快做几道题试试吧